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酸甜开胃的番茄土豆盖焦饭 做法简单,家里小朋友每次都抢着吃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大米 先加入多点的清水,没过大米 下手,把大米简单地淘洗一下 我们在淘洗大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力地去搓洗 大样会破坏掉大米表面的营养成分 用手轻轻地抓洗几下就可以了 淘米水也不要浪费了 可以用来浇花或者是洗脸,洗蔬菜都可以 接着再倒入多点的清水 将大米浸泡五分钟 再来准备三颗母鸡蛋 打入碗中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使蛋清和蛋黄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搅散后放一旁备用 接着将泡好的大米倒入电饭锅中 整理平整 再倒入搅好的鸡蛋液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大米都能裹上鸡蛋液 搅匀后再加入平时煮饭量的清水 大概手指一节出的水量 然后我们再扣上盖子 按煮饭键就可以了 趁煮饭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个土豆 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去皮后再切成厚片 厚度大概在一厘米到两厘米左右 切好后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四方块 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 全部切好后放入清水中 用手抓洗一下 把土豆表面的淀粉清洗掉 这样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黑 处理好以后捞出来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颗西红柿 对半切开 把西红柿中间的硬心切下来不要 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三块钱的瘦肉 先给它切成片 再用刀剁成肉末 家里有绞肉机的朋友 也可用绞肉机给它绞成肉末 也不用剁得太碎了 有点颗粒感就更好吃 像这样子就行了 剁好之后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切点配料 小葱给它切成末 蒜子和生姜都用刀给它拍扁 让姜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 接着再改刀切成姜蒜末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把土豆放入锅中 开大火把土豆翻炒一下 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 让土豆受热均匀 大概需要翻炒两三分钟左右 炒至土豆表皮微微焦黄 就可以出锅了 先装入盘中备用 锅流底油 下入切好的肉末 用铲子快速地煸炒 将肉末煸散炒至变色 炒好后下入葱姜蒜 继续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 翻炒均匀 接着再下入炒好的土豆 我们再简单的调味 下一勺食盐 松茸鲜 胡椒粉 一勺生抽 再来点蚝油 翻炒均匀 使调料化开 让食材入味 再倒入一碗清水 扣上盖子 焖煮个五分钟 将所有食材煮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食材已经非常的软烂入味了 再加入一点水淀粉 大火将汤汁收至浓稠一些 最后再撒上点葱花 给它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将煮好的米饭 用铲子 给它翻拌均匀 然后给它盛出来 装入一个小碗中 再取一个盘子 把米饭倒扣装入盘中 再把我们刚刚炖好的汤汁盖在米饭上 一道开胃又解腻的番茄土豆盖饭 就制作完成了 就这个盖焦饭 我家一周吃六次都补腻 色香味俱全 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里面加了多种食材 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